宋江原为运城县一介小利 因私放朝盖等人 被小妾严婆西抓住把柄 一怒之下他杀了严婆西 之后便开始流落江湖 最终来到梁山落草为寇 宋江貌不惊人亦不出众 在主朝盖死后 他却成为了梁山头领 并且得到自上而下的拥护 宋江究竟凭什么 坐上梁山的第一把交椅 梁山事业发展得轰轰烈烈 规模达数万之重 令朝廷都不敢侧目 但是宋江却选择接受昭安 这背后究竟是何缘由 昭安又让梁山乃至所有人的命运 遭遇怎样的变故 系列节目法说水浒 河北大学韩田路教授为您讲述 从小利到梁山之主下集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我们接着说宋江 作为山寨领袖的宋江 宋江呀 他是梁山的第三代领袖 从毛龙开始到宋江结束 梁山的事业一共持续了大概八九年的时间 要想评价作为梁山老大的宋江 就需要和前两代的领袖有所比较 第一代领袖是白衣袖士王伦 从智取生辰纲的时候 阮小二提到的 我们有一年多不去那里打鱼 这句话来看 王伦其实他从站住梁山坡到被朝盖火并 其实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那个时候梁山的规模是很小很小的 只有四个头龄 七八百小喽喽 那么山寨的基本运转模式是靠什么呢 就是开黑店 抢掠单身客人 对这点 朱贵在见到林冲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好的说明 他说 山寨里叫小弟在此间开酒店为名 专一探厅往来客商经过 但有财博者便去山寨里报之 但是孤单客人到此 无财博的放他过去 有财博的来到这里 轻则麻汉要麻烦 重则登时结果 将筋肉片为靶子 肥肉煎油点灯 对于梁山的发展 这个亡轮的策略是什么 是不发展 以不发展为发展 那么想方设法将梁山的规模 控制在一个比较小的程度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一 是可以尽量不引起朝廷的注意 这样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了 二呢 是靠抢掠单身客人的这种运转模式 也容不下那么多的人 第二代的梁山领袖是谁呢 是托塔天王朝盖 从上梁山火兵王轮 到增头市中箭 那么这段时间共有三年半 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 梁山的规模是快速发展 到攻打增头市的时候 已经发展到数万之中 为什么梁山波这段时间 规模增加的这么快呢 第一 朝盖这个人的胸怀那比王轮那样宽广很多 愿意交接天下好汉 另外一个 也是迫不得已 这朝盖本身是朝廷一力捉拿的要饭 再加上后来为了救宋江 又攻打了吴威军 那就等于是公然向朝廷叫板了 如果梁山还是亡轮时代的 那么几个头领 那么几百人马 根本就不足以自保 但是对于规模已经大到这个地步的梁山 究竟应该向什么地方发展 朝盖实际上他心中是没数的 他基本上是得过且过的 这个时候维持梁山运转的手段 一是靠劫略王来克商 只不过换了 以前那是劫略单身客人 到现在呢 是扩大到成伙的客人了 第二个呢 就是靠的是劫略周围的周线 比如说实际上打朱家庄了也好 打增头士了也好了 都是出于这个目的 但是也很明显 靠抢掠来维持梁山的数万之众 绝非常久之计 宋江呢 他正式成为梁山的第三代领袖 是从朝盖在增头士重剑死后开始的 这段时间也有三年 但实际上 由大闹江州之后 宋江带着他所结识的十几条好汉 上水不梁山 梁山的权力格局 其实已经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从力量上来对比 朝盖带上梁山的 不过是公孙盛 刘唐 阮小二等等 就这七个人 而跟从宋江的 或是后来投奔宋江上梁山的好汉 那是占了绝大多数 从江湖名望上来看 宋江也是远在朝盖之上 你看那些来投奔梁山的 开口就是江湖上只闻及时与大名 已经落草梁山呢 开口就是愿听从宋江哥哥降令 从功劳上来说 几乎所有梁山的对外行动 都是宋江带着一帮兄弟下山搞定 那个实力是有目共睹的 实际上自从宋江上了梁山 朝盖就已经被架空了 这就让朝盖觉得自己一定要有所行动 他要用一次军事上的胜利 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的价值 不过呀 事实证明了一点 就证明了这个朝盖 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事领袖 朝盖带领一帮兄弟 攻打增头士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自己的重见身亡 这朝盖一死啊 宋江就水到渠成的成为梁山的新一代领袖 虽然宋江的江湖声望很高 对于江湖好汉有很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 但是梁山也是能人意识 卧虎藏龙之地 若论武艺 他比不上林冲和鲁之身等人 若论计谋 他又比不上智多兴无用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宋江轻松坐上梁山 抵一把交椅 并且赢得从上到下的拥护和爱戴呢 除了慷慨解囊 救人与危难之外 宋江的哪些交友之道 从根本上征服人心呢 系列节目法说水浒 河北大学韩田路教授 继续为您讲述 从小丽到梁山之主下集 宋江遇到好汉 大把大把地撒银子 所以宋江的魅力 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银子的基础上的 我们以前说过 所谓及时鱼 很大程度上就是及时银子的意思 但是钱仅仅是其中的一点 要说有钱 柴晋那比宋江有钱多了 花几钱来那比宋江还要阔出 还要大手大脚了 但柴晋的江湖声号跟宋江相比 远远不如啊 所以宋江的江湖背力 和银子有关 但只是第二位的因素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因为宋江对那些江湖好汉 有着发自内心的尊重尊敬 宋江是能够用心去交接他们的 将心比心 也就获得了那些好汉们的真心 我们看一看宋江和柴晋 两个人对武松的不同态度啊 就对这一点有着最直接的体会 这个宋江第一次和武松见面 是在哪呢 是在柴晋的庄上 你看柴晋是怎么对武松的 刚开始的时候 柴晋也曾经对武松亲眼看待 但时间长了 对武松就渐渐的怠慢了 那和宋江的代客之道是不一样的呀 宋江的代客之道 用水浒的话来说啊 就是若有人来投奔 若高若低 无有不纳 终日追陪并无厌倦 再看两个人对武松的称呼上 柴晋是怎么称呼武松的 开口闭口 那大汉如何 那大汉如何 言语当中透露出来的是什么 是清漫的 宋江呢 一见武松就拉住他的手 再也不肯放松 一口一个二郎如何 二郎如何 亲热当中 透出来的是尊重 而最明显的对比是在哪儿 是在武松告辞的时候 那柴晋也是置办了送别的酒食 还有临别的馈赠金 但是他把武松送到门口 一句话就此别过就回庄了 宋江是怎么做的 宋江是陪着武松十里相送啊 这十里相送 他就激起了武松内心的多少涟漪啊 我们看武松在庄门口 他作为柴晋的时候说的是什么 时事相扰了大官人 尊重的称呼当中 透露出的是那种生疏感 距离感 但在宋江 送出武松武器里之后 武松心中不忍 劝宋江回去说的话是什么呢 尊凶远了 请回 那宋江说的是什么 何妨再送几步 又过了二三里啊 这个武松就挽住宋江手臂 执意要宋江回去 你看宋江说的是什么 他指着远处说 容我再行几步 乌那官道上有个小酒店 我们吃三中的作别 待吃过几中酒 日头平息 宋江再要相送 武松说的话就又不一样了 说天色将晚 哥哥不弃武二师 就此受武二四败 结为一凶 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叫宋江哥哥了 武二是什么人 是个执心的汉子 他一旦认定了宋江这个哥哥 从此以后就必定会为这个大哥 抛头颅洒热血 肝脑涂地生死相从 从结交武松这个事情来看 以他为例 他是宋江交结江湖好汉的一个缩影 难怪金盛探说宋江这个人 平生以拉手为第一要务 我们可以想见 就当这些江湖上的汉子 他们都是社会上的边缘人 在受到了宋江这样的相待之后 该是如何地感激涕铃 又会如何不遗余力地到处去传播宋江的名声 正是因为宋江用一颗真心待人 让那些江湖好汉从内心感到了被尊重和缉纳 所以他们对宋江感激涕铃 甘愿追随 甚至为他上刀山下湖海也在所不辞 而宋江也正是凭借着自己的这些江湖魅力 成为了梁山的老大 但是江湖魅力并不能解决梁山数万之众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作为梁山头领 宋江对梁山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策略呢 得知宋江的计划后 曾经对他深信不疑的那些梁山好汉 还会支持他们 这么大的梁山该何去何从呢 从成为梁山之主的那一刻起 宋江就确定了昭安这个大方向 他先是把据亭改为忠义堂 而后又张起替天行道 这面姓黄旗 作为梁山的新口号 名称和旗号的标志着梁山发展方针路线的大改变 宋江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要引领梁山 接受赵安 投入朝廷的怀抱 当然了 这条道路 宋江走的是非常非常的艰难 首先他要说服手下那群兄弟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 梁山排定作词之后 当年筹阳节 宋江特地把全体梁山好汉都召集在一起 就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了一首词 满江红 让岳和唱给大家听 这首词的最后几句是这样写的 望天王降诏 早昭安 新方族 结果岳和刚一唱出 忠义团就乱成立国粥啊 武松首先发呢 今日也赵安 明日也赵安 冷了兄弟们的心 陆志深也说 至今满朝文武 多是奸邪 蒙蔽圣聪 就比俺的直舵染作灶了 喜沙怎生得败 赵安不济世 便拜词了 明日一个个去寻尘吧 一场酒宴就这样不欢而散 比说服手下兄弟更难的是什么呢 是得到朝廷的认可呀 朝廷对梁山的这个态度啊 分为两派 鹰派和鸽派 鹰派以高球为代表 坚决主张武装镇压 鸽派呢 就以肃台为代表 主张昭安送江 使其为朝廷所有 而徽宗本人那个态度呢 魔能仰可的态度 对于鹰派 宋江和吴永诺的策略 是向他们证明自己的实力 两鹰同冠三百高球 他就成功地让鹰派 在朝廷上闭上了嘴巴 同时呢 也为自己的赵安 增加了更重的筹码 那对于以肃台为代表的歌派呢 则是一再是好反复沟通 除此之外 宋江还利用徽宗 和京城铭记李诗诗 两个人交好的特殊的关系 花了大价钱 是买通了李诗诗 表白了梁山一心报效朝廷 为奸臣所阻隔的委屈和苦衷 在宋江的细致周密的工作下 朝廷的大门 是终于向梁山打开了 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之后 宋江就开始带着他的一帮兄弟们 走上了替朝廷四处奔波的征途 先是征辽 按照《水浒传》的说法 宋江这番军事行动那是大获全胜 用了几个月大破调兵 收复了潭州 霸州 幽州等地 征辽之后呢 朝廷又命令宋江 马不停替着四处奔走 替朝廷剿灭四处的骑队伍 先是剿灭了田虎的骑 而后奔赴淮西剿灭王庆 梁山最后一次 替朝廷出征是什么呢 是征讨南方的方辣 这也是梁山的一场噩梦 一方面 这个方辣是兵多将广 另一方面 梁山好汉大多是北方人 他对南方的山川地理不太熟 所以战斗开始后 不久梁山好汉就成批成批的 都葬身在江南之地 最后是取得胜利了 但是和宋江一起回到京城的好汉 竟然只有27位 加上在六和四出家的武松 还有此前朝廷留在后方的 安道全等几个人 满打满算 原来的一百单八将 也就只剩下三十三人而已 宋江自从接受了朝廷的招案之后 真可以说是 忠心耿耿 十死蜜他 特别是 征田虎 征王庆 征方拉 那更是和自己的过去 是完全决裂了 走到了和江湖社会的 对立面了 按说呀 对宋江朝廷应该是可以放心了吧 但不然 在铜罐高球 蔡京的把持之下 朝廷对宋江依然是一律重重 宋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 是死于朝廷所赐的一杯毒酒 喝下这杯毒酒之后 宋江已经知道 梁山的事业到此 化为泡影 自己带领众位兄弟 舍死忘生 替朝廷东奔西走 得到的是什么 除了一个中义的虚名 那是一无所有 死前他有担心 担心什么 就担心你李逵啊 李逵一听说自己死了 一定会在此造反的 如果这样的话 连这个中义的虚名 都将不复存在 出于这样的担心和考虑啊 宋江特地把李逵叫了 让他也把这杯毒酒喝下 李逵死了以后啊 就埋葬在宋江的旁边 又过了些时候 吴庸和花荣也前来平掉 平掉之后 也是自意死在了宋江的坟前 我们说 一场轰轰烈烈的梁山事业 随着宋江的死去 也就烟消云散 化为泡影 自从宋江当上梁山的头领开始 他就心心念念 要为兄弟们谋划一条光明的出路 在他看来 昭安是最好的归宿 却没有想到 由此成为梁山 乃至于所有人命运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 他们一帮人笑聚山林十分快活 昭安后死伤不计其数 就连自己也被刺毒酒身亡 曾经风风火火的梁山事业 由此宣告结束 那么既然下场如此惨烈 昭安是不是宋江做出的错误决定 在当时的局势下 除了昭安 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系列节目 法说水浒 河北大学韩田路教授 继续为您讲述 从小丽到梁山之主 下集 梁山最后的覆灭 不知受到了后世读者的多少惋惜 很多人在读霸水浒之后 都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想法 既然赵安得到的是这样的下场 为什么宋江一定要走招安之路呢 难道梁山就没有其他别的道路可以走了吗 我们给宋江找到的理由 其实就是两点 一是主流观念的这个影响 宋江在学阳楼所提的反噬当中说自己 是自幼成功精实 也就是说 他是受儒家的传统教育成长起来 而在儒家的思想当中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那是一个知识分子自我实现的几乎唯一的通道 那么在这种观景影响之下 就是官本位在社会上的流行 进入体制 被朝廷所用 就成为盘旋在每个读书人心中的梦想 而社会也把他作为评判一个人 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准 宋江他成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自然就会受到这个观念的影响 二呢 是环境和形势的治愈 一个已经大到足够引起朝廷注意的 这个武装反抗的组织 长期保存现状不太可能 摆在梁山面前的出路 就三条 一是继续和朝廷对抗 二是发展壮大 改朝换代 三呢 当然就是归顺朝廷接受着安了 咱们拿梁山的情况来看 长期对抗的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啊 虽说梁山曾经两迎同冠三百高球 但以朝廷举国之力啊 再这么斗下去 区区八百人的水破梁山 是根本就支撑不住的 实际上历史上真实的水破梁山 也是被镇压的 更何况 你就靠到处去抢掠 你要维持数万之中啊 你这个梁山本身生计就很难维持 第二 改朝换代可不可能 告诉你 绝无可能 要想改朝换代需要的条件很多 比如说 还有大批优秀的人才 正确的政治纲领 比较正面的社会道德形象等等等等 但是很明显梁山坡都不具备啊 论人才 梁山好汉当中五人偏多 并且充斥着大量的地痞 流氓小偷黑社会 整体素质是偏低的 咱们再说 有没有维正纲领 这个纲领就一条非常抽象的替天行道 根本就不足以吸引广大社会民众的追随嘛 更何况梁山坡本身的行为 很多根本就是和天道相悖的 比如说在江州揭发厂 攻打大明府 当这些行动的时候 他们干的什么 到处杀人了 给城中百姓造成的是什么 极大的损伤 咱们再说第三点 社会道德形象 梁山的第一代和第二代 都是以打劫 过路客商 劫略周围乡村为生的 可以说梁山的过往是 劣迹斑斑了 咱们把这几条重要的节点 综合考虑一下 那梁山 想要最后避免被剿灭的命运 除了昭安这条道 也真的就没别的了 我们说在中国的历史上 宋江这一类人 他是具有典型性的 他们有过人之财 不甘屈居人下 但主流的人才选拔制度 往往因为出身了 生活是腐败了等等原因 把他们排斥在 主流社会之外 从而使得他们呀 要想从现行的政治体制之中 找一个正常的出路 那是非常渺茫的 这样的人很容易 就走上与社会对立的 这条道路 他们与朝廷的对立 不是目的 是手段 他们渴求的就是 以此为筹码 以便进入在正常的渠道 所走不进的仕途 对于这类现象 历史上有个很有趣的说法 叫做想做官 杀人放火 受昭安 所谓富贵显中求 在那个时代 这也是一条特别的人生之路 他们的成王败寇 他们的起起落落 构成了中国历史上 最富有传奇色彩的部分之一 考察一个宋江 有助于我们了解 这个社会现象 乃至于王朝更迭的秘密所在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 我们下期再见 他手握太祖皇帝遇赐的士书铁券 本不受法律约束 却被捉进监牢 惨遭严刑拷打 是谁将拥有免死金牌的他 一步步逼入绝境 又是什么原因 让明门之后的他 甘愿放弃荣华富贵 最终投奔良山 落草为寇 下期为您讲述 柴进的士书铁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